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世间人警惕 阎王爷 这是从不同地狱调来的罪灵 先从你开始 老老实实 不要以为天地鬼神好糊弄 不管你生前是权势富豪或者泛夫走足 因果是一样的 修心养德者一个自因缘德升天道 不好不坏的就去转世投胎 造孽者下地狱 难罪灵 我错了 我是一个不信神佛 不相信因果报应的人 我的工作与影视娱乐有些关联 也认识许多正商名人 我外表比较讨女子欢喜 嘴巴也甜 异性缘很好 我和许多娱乐圈以及身边的女人发生关系 我死掉过后 回去阳间几次 知道鬼有他心通 我妻子心里其实非常恨我 他不断地包容我的出轨 我却一次又一次令他伤心 导致他也背着我婚外情 以弥补心中的伤痛 我对不起他 男人不要去处处留情 死掉过后 你们就会明白这些罪孽 会让我们下地狱 男罪灵 我死掉几个星期后 有人把我带去黑色山洞的入口 在我还迷迷糊糊 不知道什么情形的时候 就跌落在乌漆抹黑的粪水池中 冷冰冰的池水 发出令人不舒服 充满恶臭的味道 一大堆从池水深处游出来 细细白白的小虫子爬满我的全身 啃咬我的灵魂 我无法形容那种痛入骨髓 以及灵魂深处的恐怖 痛得我大喊大叫 大男子汉都会害怕这种 无法计算数量的小虫子 非常可怕 阎王爷 这是男人好色淫荡的果报 我姑且念你阴间献身说法 再是又常做布施 救济贫穷的人 等地狱出来 投生人道 至于你 为女子者为何不守护父母生养的身体 胡乱淫荡 自己说一说 落落地狱的姻缘 女罪灵 实在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地狱的存在 呜呜呜呜 女罪灵类流不止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 住豪华房子 父母宠溺 要什么有什么 在我刚升上初中时 追求我的男子很多 因为爸爸在当地很有名望 所以这些男孩都会巴戒我 讨好我 我也非常享受这种被包围的氛围 不知不觉养成了我刁蛮任性的坏毛病 我和许多人出去party聚会 然后放纵自己去享受淫欲的乐趣 我不知道原来男女不可以随便胡来的 会下地狱的 女罪灵 我在疑似意外中逝去后 就被暗空中的天神带来一片不满许多床位的山洞 山洞里面的空气是火红火红的 非常闷热 快令人喘不过气 这个山洞不断游躺在床上的人 发出令人害怕的尖叫声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等我被鬼差拉去铁床时 我才明白 床上是很多鼠 也鼠不清的粗大铁针 发出银白色的光芒 女罪灵 我被墙推倒在铁床上 瞬间后背被数碗之针刺入 我无法形容那种痛 心里想这可能是在做梦 但又非常真实 不久 感觉到后背的铁针开始变得滚烫 我痛得开始放声尖叫 这是地狱 非常非常可怕 女孩子一定不要去和男孩子随便发生关系 这是会下地狱被惩戒的 我没有骗你们 不要和我一样下地狱 太可怕了 阎王爷 阳氏父母爱以名利财富喂养孩子 孩子被惯养后 造作恶业下地狱 哭也来不及 你一样以献身说法的功德 出地狱后 投生人道 弟子 马来西亚 2020年9月23日 答 不是开玩笑的 真的不能做 不要去放纵 比如做噩梦 在梦里和真的一模一样 这就是你的灵魂受惩罚 醒过来还会痛 还会哭 要不是师父 天天讲你们 教育你们 你们有多少人是没羞没脸的 要好好改啊 按摩 点赞 下地狱 订阅